俗话说,君子爱财,取之有道,所以有时候赚钱讲的不仅仅是努力,技巧,其实更多时候还得看个人的命理运气,如果运气不好,做什么什么都是白搭,若是在运气好的时候,好运挡都挡不住。 不同的时间段里不同的人,会有不同的运势表现,这五大生肖的人在最近三天的时间里运势就最旺,会有机会发横财赚大钱,因此对于这五大生肖的人来说,最近短短三天的时间里,一定要注意把握机会,接住这次的横财大运。 生肖蛇属蛇的人在大家的眼中很高冷,但实际上属蛇的人很好相处,而且他们还很聪明,一般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。 未来三天生肖蛇命大好运大涨,世事顺心如意,有钱有福,没有一点苦日子,以后还会大吉大利,财源滚滚,好好努力必定成大富翁。 生肖蛇 生肖蛇本身就是一个特别有才气,而且特别旺财的属相,命理之中生肖蛇迎牧为羊牧,羊牧有生运生财之力。 虽然在之前的一段日子里,生肖蛇日子过得并不是太理想,但是只要熬过这些苦日子,运势自当会来到。 未来三天生肖蛇便走上横财大运,命宫中有吉星入命,财神爷坐镇,让生肖蛇整体运势处于一个不断发展的地步,一天比一天有钱,一年比一年年轻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最近三天之内,会有一场横财大运降临到生肖码头上,若能接住这笔横财,自然可以大富大贵。 属马的人还在等什么?快点来接横财吧! 生肖龙 生肖鼠龙的人天生就有好命,平时赚钱比其他人要容易一些,但近一年当中却因为流年不利,导致运势极度下滑,失去了很多发财的机会。 而在接下来的三天当中,生肖龙再一次红运当头,属龙的人有机会发横财,所以这段时间生肖龙要随时注意来接横财。 生肖兔 生肖兔 生肖兔性格善良,宁格也不错,之前的生活还算是可以,但这么多年以来生肖兔并没有得到财神的眷顾,获得意外之财。 不过在最近三天之内生肖兔会得横财之运,这次大运十分难得,只要抓住就能大富大贵,所以属兔的人不要再犹豫了,快点来接横财吧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